我给你们说一下那个小黑屋的故事 在那个海关有一个小房间 大部分是乌克兰人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半 我已经离开哥鲁吉亚的边境了 但是现在又在排着长队 哎呦我的妈耶 我真的是我现在状态很差 又渴又饿 我不知道排队排到什么时候才能进关 千万不要排到晚上 最后告诉我说 你不能入境 哎呦我累就傻了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在那边尿个尿 从来没有想过过关会被堵在路上 我想到了那个关口肯定有厕所的 我现在真的是 哎呦好渴啊 我去找点东西喝 我后面应该有洪流 喝瓶洪流精神一下 我的妈呀 我真的是好想死 好想死 我好不了 还没有动 从来没有过关 能够等这么久的 哎呦我现在又累又困 又饿又渴 怕有点酥醉 哎呦好热啊 现在是下午的3点40 总算是到达这个关口了 现在继续排队准备进关 哎呦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在跟前面那辆车的俄罗斯小哥 扯了一个小时的肚子 俄罗斯的海关 哎呦 这就是俄罗斯的海关了 在这里排队过关 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进去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点10分 我现在怎么跟你们说呢 我怎么跟你们说呢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跟你说一下我在俄罗斯海关的经历 排队什么都不用说 等到了我来以后 我还有两个乌克兰人 被直接叫到了旁边的一栋 小房子里面去 小房间里面呆着 那个小房间就两排长凳 跟警察觉得那个后省事啊 那种感觉有点像啊 在里面等 等了小一个小时 OK 让我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就是各种问 你来俄罗斯干嘛的呀 你有没有朋友啊 然后你在中国住哪里呀 你什么工作呀 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 这份报告又写了小半个小时 OK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因为我上次进俄罗斯 都没有写这些东西嘛 他给我解释说是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 只有第一次来这个边境的时候 需要写这个调查那个东西 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就直接就可以进了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理解了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经啊 平息了搞定了的时候 然后他又过来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他跟我说我不能入境 哎呀我气死我了 然后他说因为现在俄罗斯的疫情管控 所以外国人不让入境 当然这个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视频开头的时候我也说了嘛 我进俄罗斯的时候会存在几大风险 我也已经提前预判到了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我来这里是出于商业的目的 因为我办的是商务签嘛 而且我在网上看过俄罗斯的那个政策 说是游客不允许 他没有说商务不允许啊 所以我就跟他又争取了一下 然后他呢又去寝室上级 然后来来回回 反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不当境 除非是要在他们的一个什么网站上去申请 然后他们在移民局会有一个允许入境名单 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单 有这个网页才可以入境 他建议我去地比利斯的俄罗斯大使馆 去看一下能不能办 反正这就是结果了 原地让我掉头 从进关的地方转圈到出关的地方 现在就把我逐出俄罗斯海关了 我现在又要回到格鲁吉亚海关了 我今天要连闯三关 哎呀核酸白做了 一百拉里 出来的时候一百拉里的罚款白缴了 两百拉里四百块钱白缴了 我要是不来这里的话 我就不需要做核酸 我也不会被罚款 因为亚美尼亚的那个海关 根本就不会查我的保险啊什么的 哎呀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出镜章啊 免得你们有人说我是假出镜对吧 看啊这是格鲁吉亚的 5月9号我进入了格鲁吉亚 这个是5月15号我离开了格鲁吉亚 今天就是5月15号啊看到没有 我可没有为了骗流量这里瞎说啊 我是确确实实离开了格鲁吉亚了 然后一会儿我还得再多一个5月15号的入镜章 哎呀 好了那入镜俄罗斯的计划 就完全失败了啊完全失败了 本来我想去看一下俄罗斯人本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很好奇经过欧洲和美国这样大规模的制裁了以后 俄罗斯人本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全面的制裁 所以我先提前去预习一下 先去感受一下 结果不行了 本来我还想去车程对吧 去跟车程的大胡子比一下 看一下谁的胡子更帅对吧 看一下谁更威猛 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今天折腾一天 哎呀又得回格鲁吉亚 还好我的格鲁吉亚签证有效期还非常的足够 我再进去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不对啊 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了 我想起个事情 就是它海关可能会下班 所以我现在我先赶紧过去 过去的话我再跟你们吹 哎呀兄弟们啊姐妹们啊 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啊 现在是7点20 7点20 又过了这么久 我现在进入格鲁吉亚了 进入格鲁吉亚了 终于进入格鲁吉亚了 折腾了一天我真的是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张 看一下张啊 来看啊 刚刚是没有这个张的啊 现在已经有了 5月15号格鲁吉亚的入境张 哎呀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张啊 你是不知道啊 现在这些人真的是造谣 一点证据都不需要 一点逻辑都不需要 张口就来 我真的是受够了 所以啊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张对吧 免得到时候又说我炒作 又说我假去俄罗斯 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刚刚说到哪呢 对我说到那个 反正俄罗斯现实进不去了嘛 我给你们说一下那个小黑屋的故事啊 小黑屋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在那个海关有一个小房间啊 那里面有很多人 大部分是乌克兰人 那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 他们在那里一个一个的把手机给俄罗斯的海关 然后他们的海关会检查他们的手机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反动的内容 然后也是会问他们大量的问题 很惨啊 我在那里我跟三个人聊过 其中有一个人是要从格鲁吉亚去俄罗斯 他要去接他的老婆孩子 他的老婆孩子现在正在那个乌克兰的奥德赛 他想从俄罗斯去开车 然后把他们从奥德赛接到克尼米亚去 然后他也是在那里等手机给他们审查 等了大半天 最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他就他就一直过去然后审查 然后又回来 然后过来一会儿 然后又又过去 然后第二个乌克兰的哥们 是要从俄罗斯到格鲁吉亚 这个这个是更惨的 为什么 因为他来他不是自驾的 他是住的一个大巴 大巴车上除了他以外 还有七个人 所有人都已经过了关了 就他一个人在小黑屋里面等着 你想想啊 如果是自驾的话 在那里等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都已经够痛苦了 一想到外面还有七个人等着他 哇那种心理煎熬真的是无法想象 等到最后成什么样了 他整个人都是这种全说起来的 然后那个脸都是要哭要哭的 第一遍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状态还稍微好一点 然后他去了一趟回来 然后人就有点低落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进去了 我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我在那个小黑屋等了一个小时 我才进去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看到他 哇他已经整个人已经要崩溃了 太惨了 这个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 真的是受不了 在我进去之前 我就跟他们聊过天了嘛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想 如果说他要检查我的手机 我就这么给他说 我就说 OK你要检查我的手机可以 我的手机里面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可以把我的手机给你 但是手机是我的隐私 你这样做我很不高兴 中国跟俄罗斯是朋友 我来俄罗斯是支持你们的 你为什么要对朋友做这种事情 这就是我在小黑屋里面 演练好的台词啊 但是后来我进去的时候 就是做了半天的笔录 然后啊 然后他没有很强硬的说要看我的手机 他就办官方就办个人的那种语气跟我说 我能不能看一下你旅游的照片 我想看一下欧洲的风景 你说他这么一说对吧 人家主动给了你一个台阶对吧 我不是检查你的手机 我想看一下风景 聪明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 人家给个台阶 我觉得这个台阶也能接受 OK 那我准备好的台词我也没有说 我就说好 那我给你看一下 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一下 我拍的格鲁吉亚呀 拍的亚米尼亚呀 我拍的那些风景照啊 我就给他分享了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 他到底是想看我的手机 还是真的想看风景 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有个梯子嘛 给他看了一下手机 他也没有多问什么 最后就结束了我的审问 记录 这个应该叫怎么说呢 笔录 备案 备案吧 叫备案吧 就结束了我的备案之旅 哇 今天一天真的都是悲催的一天 今天一天什么都没吃 吃了几片饼干 整整一天的时间 然后喝了点水 最后兴致勃勃的来了一场 边境一日游 累得够呛 还好我就一直给你们说啊 要降低期望 对吧 你们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吗 降低期望 当你的期望足够低 那这个结果真的到来 不如人意的时候 你人不会特别的沮丧 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 所以你看 在视频开头的时候 我就预判了今天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对吧 我也没有说啊我一定能进俄罗斯 我先预判了困难 到时候真的遇到了困难了 啊 好吧好吧 我自己也努力过尝试过 争取过对吧 我给他说我是商务签呀 然后他两次三次的去请示他的领导 我也争取过了 我也努力过了 但是结果只能这样 那我也没有遗憾了对吧 稍微有点可惜就是我这个签证 嘿嘿 花了我四五千块钱 用了我两个月的时间 准备了这么久 最后全部都化为泡影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接下来我有什么打算 我还真不知道 就像刚刚我进格鲁吉亚的时候 那个海关问我 你现在到格鲁吉亚 接下来要去哪 我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任何计划 因为我本来要去俄罗斯的 结果人家不让外国人进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一下 吃点东西 然后我在捋一捋 后面怎么办吧 太难了 太难了 请把太难了三个字 发到弹幕上 让我看到满屏的太难了好吗 那我知道你们已经看到了 视频的最后 没有中途跑掉 好吗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只能先这样了 如果喜欢视频 记得点关注点个赞 我是大橙子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